台中有一名中性男子 20号中午开车载的两名越南籍移工 前往黎山地区要找工作 不听管制站人员拦查硬闯 最后是在德基管制站被园警给拦下 警方后续调查移工的身份 发现他们已经被通报失联 长达六七年了 这下当场被带将由移民署遣送回国 终衡管制站前保全身手失忆停车 随着驾驶回了挥手硬闯过去 保全立刻报警原警赶到德基管制站 拉起柵栏设下篮查点成功带到人 一听口音原警发现他们不是台湾人 而是越南人 一查身份发现他们还是失联移工 当场被带回警局 在操牌当下就发现这台车子 周姓驾驶的里面有两个 没有我们智慧卡的一个人士在 那就已经跟周姓驾驶却离我们变道 我后续在通关的时候 我们发现周姓驾驶这台座的时候 能致意闯过变道 52岁的屈性男子和48岁的软性女子 都是越南籍医工 共承受到离山找工作 才会拜托台湾朋友 载他们从新竹过来 到和平区离山地区找工作 拜托台湾籍周姓友人 从新竹市再往离山地区找工作 两名越南籍医工通报师连六七年 为了找工作冒险搭乘票的休旅车 硬传管制站被拦下 讯后将被遣送回国 这下打工偷金梦碎 在台湾的一切只能说拜拜 拜拜 借中部众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